之前上课的一个流程 我把它按照这个顺序 所以你就照这个顺序 慢慢一个一个走 应该也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有些部分 可能上课的时候忘了把它拍照 所以还会再补上去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程式码 有一点点些微的差距 我想自己再更改 比如说加一在这边 或者加一在里面 结果都一样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 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OK 那再来的话 还有这个方法一 是从Z1里面取资料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前面也有讲到蛮多 就是说我如果要取资料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Ctrl向下 那Ctrl向下这个动作呢 如果要写到程式里面的话 前面有讲过嘛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知道现在在第几笔资料 那你就在这个资料的下面 再写进去就好了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样把刚刚的程式呢 再做一个修改呢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取得的A 假设A 我要怎么取得呢 你可以在Range A 我是根据什么呢 我游标是放在那个A1上面 所以你就Ctrl向下 第一个就是要放在A1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取得你Raw的值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就是Range把它改成A1 A1之后的话呢 后面还记得吧 点之后的话呢 会有一个 它的一个方法 就是取得它的什么呢 And And就是Ctrl按住 向左向右向各个方向 对不对 然后你按个空白键 再一个刮弧 它就会给你方向了 那有上下左右 And就是有点像Ctrl Ctrl 其实你以后记得嘛 反正Ctrl就是等于是And的镜头 跳到哪里呢 跳到Dun 上下左右 空白键 那我要往下 OK 往下要取得什么呢 我现在往下之后是第几列 那你就给它列的话呢 就是Raw 所以会回传第几列的结果给A 那A有了之后的话呢 就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呢 在第几列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第四列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自动呢 把它加1 全部加1之后的话呢 那资料就写过去了 最后这个要不要写 这个不要 所以呢 这一行呢 其实就不用了 那这样的话呢 在 其实就写一行 所以刚刚有两行 现在就只要一行就解决了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的话呢 有没有办法 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那就来Try一下就知道 那我这边有显示 比如说我这边